好了 鄉親如果繼續來講 這是雜片的老婆索 也有人來受騙 幸福局來公佈到 今年一月到十月 雜片的百項飯 第一名就是 導主的名字 來早起騙人導主 第二名第三名都是 極減竟到右看我實在 這些老婆索 都算在小孩上班的時間 鎖定退休的老中輩 你要做的台北 好的你有地方嗎 這個婦人人要給錢 你給朋友做導主 但是連弟子都不知道 所以韓王覺得這樣不對 這種的鎖導主 其實就是真正騙 可能他先跟你裝熟 先跟你當好朋友 那當久了你熟了 也瞭解他之後 他就會散發一些投資 賭博 看一個動員就可以賺錢 金賀賺好空 這都是騙錢的保守 幸福局統計 今年一月到十月分 導主走起的 白名是第一名 騙將近七億四千幾萬 第二名是雞減徑 第三是幼兒是誰人 來看真實的對話是誰情形 被害的老人或退休族群收到電話之後他第一時間沒辦法查證 他就很容易誤信對方的話數 比那些人 大部分是超過五十歲的人 聽到難道 假說是警察還是檢察官 電信公司 客人不安對 金賓 費款 要再提前鄉親 檢察官不可能 感官你的口罩 法官也不可能自己當見 如果接到雷水電話要先掛掉 卡一六五去雜訊 不能讓詞騙集團騙棄